眼前这个手摇发电警报器是王良仁新推出的产品 相比传统警报器 该产品可在断电情况下 通过人工摇动手柄进行发声发光发电 这个我们有两项专利 一个是使用新型专利 另外还有一个结构外规专利 有US充电口也可以有5V 12V 16V 18V 24V 36V 这个电都可以进行调整 王良仁说 当初研发该项警报器源于看到的一则消息 在突发自然灾害时 被困群众因断电无法将自己的求救信息及时发出而影响救援 如何避免类似悲剧 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 历经两年苦心钻研 才有了这款面试的警报器 同样摆在王良仁办公桌上的这款即将量产的防护口罩 灵感源于一张新闻图片 李南俊月事有一张照片 他是被口罩累了之后 那个一个照片的 后来我就想这样子搞一块口罩出来 给医护人员防疫的人事 如何研发出一款防护性膏 同时还佩戴舒适的防护口罩呢 从那一刻开始 王良仁就反复与设计团队沟通 找专业机构做测试 不断完善 最终成功把想法变成了现实 从生活出发 发现问题 发明产品 是王良仁一直以来的习惯 从警报器到防护口罩 王良仁的企业还生产救生气垫 逃生滑道等应急救援物资 每一款产品都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更新 企业产品申请的专利多达90余项 王良仁说 党的19届六中全会提出 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发展信心 作为企业负责人 他决心将创新进行到底 全力把企业做精做好 我们社会的进步 也是在不对的创新当中 是前提出 事实上是前提出 至于 我所思练的 做出的事实上 照顾能力 我所思练的事实上 所以现在 我所思练的事实上 更加坚定了